一起分享的神的换语是 耶和华神吩咐 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犯罪的是属魔鬼 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那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我要谨守谨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了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 败坏了整死犬的就是魔鬼 不要释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救把天使 乃是救把亚伯拉罕的后裔 阿们 大家一起说吃了日子 必定死 我们记住这句话 之后我们留心 圣经要叫我们领悟什么 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 罪带来的审判是什么 并且我们该怎样的悔改 从罪里脱离出来 使我们得幸福 这些都希望大家来注意的来听 魔鬼把蛇打发到伊甸园里 魔鬼利用蛇 把神造的人 亚当和夏娃 神造他们是用尘土造人 将生气碎在他们的鼻孔里 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的 神的作品中 这是最高的杰作 造完之后呢 神看上去甚好 神造了人之后呢 说甚好 说明神是怎样的珍重人 人是神怎样珍重的作品 神说甚好的时候 神是怎样的珍惜 怎样的爱怜 怎样的关心 所以我们通过神 甚好的这句话呢 多少有一些了解 我们的信徒们当中啊 过好的信仰生活的 他们是谁呢 就是照着神的话 以活的人 就是没有因着蛇 而上了魔鬼的 诱惑得当的人 那这样的人 在神的眼里 就是看上去甚好的人 假如上了魔鬼诱惑得当 就必定死 那也就成了垃圾了 所谓罪 也就是说 罪把自己丢在垃圾里 最后的结局 就是在地狱的火中 受最后的刑犯 亚当夏娃 吃的神吩咐说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的 上个国 因为魔鬼 利用蛇 诱惑夏娃 叫他吃了上个国的 我们在此需要理解的是 世上不管哪一个人 不管他说了什么样的话 如果不是神的话语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听从 不是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跟随了人的话语的话 那最后的结局就是罪 唯独神所说的话语 是有永远的 永固的保障的 其实是永远的 永固的保障我们的 因为从肉体的思域当中 出来的话 好像是对的 可是真的都是死亡 那么如果你跟着死亡走的话 不但你自己死 别让别人死 他才承认的回答 阿们 所以亚当夏娃就听了 叫他死的 这话 吃了善恶果的同时 就被魔鬼给欺骗了 魔鬼利用蛇 那这个蛇是什么样一个动物呢 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 更狡猾 也就是说魔鬼支持蛇 就足以叫亚当夏娃吃 神吩咐不可吃的 善恶树上的果子 也就是说这个蛇 是有足够的诡计 来支持亚当夏娃的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 魔鬼支持蛇 叫夏娃吃 又让夏娃支持亚当 叫亚当吃 所以就这样的杀死了亚当和夏娃 各位朋友们 大家不论如何 如果我们听了魔鬼的话 行动或者是说话 是无数的人与试探的话 这是绝对不行的 属灵的这样的灭亡的事情 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 那什么叫做死呢 在亚当的时代 在亚当的时代 神说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不听吗 那个时候的神 跟我们现在的神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神说的话语 现在也同样的吩咐我们 神的话语 不管是哪一个时代 也不管哪一个时代的人 都同意的彰显果效 那为什么旧约时代就成了过去 新约时代呢 就有什么 耶稣在灵的初灵的时代 我们现在呢 是读了2000年前写的圣经 读圣经呢 就跟学习一样的 这样来领会圣经呢 这是不对的 所以圣经里说 祝耶稣 过去现在将来 都是一样的 耶稣基督 过去现在将来 都是一样的 我们见了耶稣 保险的功效 可以得救的话 他的声音 现在也仍然有 同样的果效 放他的名 也可以医病 也可以赶鬼 那这就说明 他的声音 仍然有着 现代的果效 奉耶稣的名 能够赶鬼 也说明 他的声音 仍然有现代的果效 神的话语呢 具体的跟我们讲了 如果犯了罪的话呢 将有怎样的结局 可是为什么 我们与神的话语 全人无关的活着呢 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那一天 神把圣经打开 那么你听到了神 神问你的声音的时候 你有没有照着火 那你悔改的部分呢 不用再说了 你没有悔改的部分 神如果审判你的时候 到时候 有几个人能站立得住呢 就是说在约翡音的十二章里说 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说的 乃是我父呢 已经吩咐我 乃是我的父呢 已经命令我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故此 你们现在听了我的话 如果不遵守的话呢 我不审判你们 但是在末日 有审判你们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要在末日审判你们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不是信我 乃是信他差我来的 人看见我 就是看见他差我来的 我到世上来 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人 不住在黑暗里 若有人听着我的话 不遵守 我不审判他 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祭求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没有差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故此 我所讲的话 正是照着父 对我所说的 阿们 主现在来 不是为了审判我们 乃是为了拯救我们 所以呢 他对于我们传讲 拯救我们的话语 告诉我们 你要这样的活 你做错的部分 你要悔改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神吩咐你要这么做 你这里有错误吗 那你要悔改 那我就背负你的错误的罪 再次叫做流血受死 给你解决 现在呢 我虽然是这样的 来对你们传讲 赦罪的道 可是呢 如果你们不听的话 等你的姓名结束 在你主面前 最后的那一天 末日的那一天 住在你的那一天 我所讲的道 要审判你们 那么这个道 从伊甸园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将来 对于所有的世人 都统一要应验的 是现今时代的话语 所以圣经里就说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传来神 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地上仇敌 因为我们并不是 与书学习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一万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 记得恶魔征战 所以你们要传来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胜过的一切 还能在神面前 站立得住 这是怎样的 一个征战呢 就是我想要 照着神的话语活 而不让我 照着神的话语活的 环境啊 现实啊 状况啊 不让我照着神的话语活的那些 和蒜的事啊 血肉的关系啊 所有的这些条件 我们都要得胜 并且包括我们的性命在内 如果 不让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活 他要杀我们的性命的话 那你就杀 我也必须要守神的话语 守神的诫命 所以说 才告诉我们 要至死尽忠 西斯图里面呢 就记载着 守了神的道 结果呢 就被斩 给耶稣做见证 结果呢 就被斩 那这就是这个魔鬼 他跟在伊甸园里的时候 一样 只是越来的越 逼迫信神的人 越来的越 把信主的人呢 拉出来 他的目的呢 就是要达到地狱当中去 那他的目的呢 就像吼召的狮子一样的 寻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我们觉得 不能成为魔鬼寻找的对象 大家回答阿们 我们觉得不能成为 魔鬼吞吃的对象 魔鬼的特性是什么呢 神跟魔鬼呢 是仇敌的关系 神说魔鬼呢 是仇敌 可是魔鬼呢 并没有说神是仇敌 因为是仇敌的话呢 就得偿还 魔鬼呢 是不能对神做什么的 神的一句话 就可以把它 聚在黑暗中 等候大人的审判 在大人审判的时候呢 要把它 丢在地狱的火壶里 那么我们跟魔鬼共存呢 就是到那个时候为止 所以呢 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 我们都不要被魔鬼 拉着走 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 魔鬼呢 仍然叫吼召的狮子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要叫人犯罪 据为己有 还用死权 来把人致死 打不到地狱当中去 如果我们犯了罪的话 就必定死 这不管哪一个时代 都是一样的 罪呢 是魔鬼叫我们犯的 那犯了罪的 就属于了魔鬼 魔鬼像吼召的狮子一样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叫人犯罪 人如果犯了罪的话 罪的公家是死亡 他就可以用死权 来把人杀死 所以我们要大大的警醒 亚当和夏娃 他因为这个死亡的势力 叫他犯了罪 叫他犯了不顺从的罪 而我们绝对不能 上了这魔鬼邪灵的当 哈利路亚 冤之中央的 这颗分别善恶 说的果子 夏娃基于蛇的缘故 就吃了 之后呢 基于夏娃的缘故 亚当也吃了 吃了的瞬间 神呢 再次给他们机会 神给了他们什么机会呢 亚当啊 你在哪里 我因为刺身露体 惧怕 我就藏了 这是说的无边 无用的话 那么神呢 就直接地指出来 说我问你 为什么吃了吩咐你不可吃的 上个树上的果子 把罪给他指责了出来 那么他理当 说哎呦 我错了 神呢 你饶恕我这一次吧 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他回答说 你找的女人 叫我吃 她叫我吃 我就吃了 她就是这样的来 让我弯子 说自己做的对 你们大家不也一样吗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这样那样那样的原因 不得已嘛 这就是无论如何 也要把你的错误 给遮掩起来 而把这些呢 变成啊 做的是对的 这样呢 叫你的罪合理化 这是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 令人可怜的 谁指责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要 哎呦 我做错了 叫耶稣所留的宝血 来洗净我们 耶稣的宝血 要往哪里用呢 你把罪遮掩起来 不悔改呢 就为了你的脸面 为了你的自尊心 为了你的面子 必定死的 你的灵魂 死了下地狱 可以吗 因为必定死的罪 如果你们在座 有亚当 一样愚昧的人 你们今天 要跪在 神的话语面前 承认说 我是罪人 所以耶稣在担当我的罪 为我留下 受死的 所以我需要 耶稣的宝血 神的我做错了 求你饶恕我 这样我们罪得赦免 罪无效 是我们得活好呢 还是我们找这样 那样的借口 说这不算什么 就把你的罪呢 遮掩起来 叫你的罪合理化 是他罪的公价 叫你灭亡 好呢 你们自己判断 世上的法庭当中 是越坦白罪的话 罪的刑量越大 而在神的面前 是你越不告白的话 罪的刑量越大 我们在神的面前 是你越告白的话 就越没有罪的刑罚 完全完全的 归为零了 这个罪的刑罚 大家回答阿们 所以这是了不得的恩典 但是我们呢 来回来回的转呢 绕弯子啊 找出来 非这样不可的 合理的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这个做法 要完全的丢掉 最近晚上我也讲了 该丢掉的 要彻底的丢掉 我们从今天的愿意 丢掉的去 右手回答阿们 如果你遮掩到你里面的话 那你里面呢 就会得病 就会受咒诅 就会成为鬼的住处 你就会成为魔鬼的所有 那这样的话 死了就得下地狱 那么 耶稣在持架上 所留的保险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当你掉在地狱当中以后 你后悔说 哎呀我为什么 我们没有把罪掏出来 可是呢已经晚了 所以我们现在 又立刻的掏出来悔改 我们要跟耶稣 所留的保险相会 使得罪呢 彻底的灭亡 彻底的无效 使我们从魔鬼的手里 成为属圣灵的人 大家听明白的回答阿们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悔改 明明知道而不能悔改呢 罪是罪 却不知道这里是罪人的 还辩解说 哎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亚当啊 园子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随意地吃 你可以这里征服享用 这是你的 但是园子中央的那棵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这一棵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那等他吃了以后呢 就以为 这算什么了不得的呢 这女人让我吃 我就吃了嘛 那这个责任在女人那里啊 在我这呢 女人叫我吃的嘛 各位 假如主任牧师 叫你犯罪 这个罪也不能合理化 大家要注意 罪也不管是谁 去死你犯的 都不能合理化 在神面前不能合理化 人可能会理解你的 啊 是这么一回事啊 会给你点点头 可是神呢 是不能够越过去的 所以说 为了救你 神的儿子才流血的 如果你的罪能越过去的话 那就越过去就完了 找个借口 越过去就完了 为什么 神 要说罪的公家 是必定死的呢 大家一起说 罪是不能找借口的 罪是不能合理化的 而且呢 岁月就是再流逝 罪也不能自然消磨的 不能自然消磨的 所以罪的特性是什么呢 因为罪呀 人的心里面受折磨 那神就问夏娃 夏娃呀 我比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我比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你比恋慕你丈夫 等你们嫁了人呢 你就知道了 你恋慕你丈夫 那照着你的恋慕 能满足吗 不能的 所以你要了解这一点 再结婚 而且又对丈夫说 你丈夫必管辖你 你们看结了婚以后 丈夫怎么能管辖妻子呢 我们要知道 魔鬼 撒旦 邪灵 在家庭里面就破坏了神 赐给我们的秩序 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白 神又对亚当说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 吃了我吩咐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 就必终身的 就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一点园里呢 幸福呢 已经结束了 你是必定要死的 你的肉体呢 是注定一生要付出劳苦的 这是怎样的绝望呢 这是怎样的绝望呢 之后呢 又说什么呢 你啊 你要耕地之后呢 种上种子 但是你看一看 先长出来的 不是你种进去的种子 这个地呢 也不给你效力的 因为地里面呢 必长出来荆棘和吉里 来这样的 你的庄家的成长 所以呢 你种庄家呀 还留满面 才能糊口 你不过呢 就是能够延续你的性命 而性命结束之后呢 又必定死 灵魂还要掉在地狱里 那这就是 一次呢 做了神吩咐 不可做的事 就造成了这样悲惨的结局 那么各位你们 为什么不把圣经绝对化 为什么你们不读 为什么你们听了神的话语 听了以后呢 就结束了 到外面去之后呢 又跟世人一样的生活呢 所以你们现在呢 还没有接受警告 各位你们一定要 接受神的警告 你要接受着 叫你大大吃惊的 神的警告 我一辈子绝对不能 不照着神的话语活 你要接受这样的警告 确确实实的 来接受这样的警告 接受这样的 叫人站立的警告 可为什么你们这样的坦然 为什么你也不想知道 也不想念 而且也不遵守神的话语呢 那你还以为 手机比圣经好 电视比圣经好 各位你们听到我这样的话呢 你不要当成二旁风 你们要知道 现在你们已经上当了 已经被狡猾的 这个蛇被魔鬼的工作呢 给上当了 给骗了 我们要赶紧地脱离出来 这个地球上 如果有什么值得迷惑我们 值得诱惑我们的 你们告诉我 是钱吗 是名誉吗 是权力吗 是什么样的活动安排吗 是时尚的文化吗 是时髦吗 是时尚什么样的东西 能够与神的儿子爱我们 为我们流血 把我们从最死亡地狱当中 拯救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恩典来交换呢 有什么东西 有价值 能够跟这个恩典来交换呢 我们说我得到的是 天国和永生啊 主这样的爱我们呢 主耶稣保血 这样的爱我们呢 有什么东西 那样的有价值 值得我们拿永生 天国来交换的 没有的 我们最宝贵的 就是耶稣的保血 就是天国 就是永生 就是耶稣的救恩 承认得去要手 阿们 你们嘴上到这么说 可你行动不是啊 你的行动不是啊 你学到了伦理道德 可是你不活出伦理道德来 这是一样的意思 你受了教育 可是你不按着 所受的教育而活 你学了道德 可是你却不按着 道德去活 你听了神的话语 却不照了神的话语去活 这是一样的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在主的眼里的话 主是怎样的心痛呢 喂 我为你死了 你从亚当开始呢 就必定死 我为了把你这必定死当中的你救出来啊 为你流血的 你要知道你这样死去的话 那是地狱 那是永远燃烧的地狱 那是地狱流黄的火 那不是你能忍受的地方 不顺忠神的话语 在这个罪假要打破你下到地狱的 所以我为了你死在的死下上 把你从最死亡地狱当中拯救了出来 要让你在天国当中永远的活着 神的国都给了你了 又让你称呼神为父 我又把你当成了我的新父 可是你为什么丢了我 丢了永生 丢了天国 单单现在的这小小不然的世俗当中 在那里面疯狂地陷进去呢 我为你们而死的这个价值 天国的价值 永生的价值 不过如此吧 你不感觉到主在这样的问题吗 你感觉不到主在这样的问题吗 为什么呢 因为主的爱 主的天国和永生 对你来讲的话 没有价值嘛 尔灭亡 死亡 咒诅 地狱 你却觉得那样的有意思吗 你要知道这是欺骗你的魔鬼的工作 你不要把你丢在没有任何价值的事上 不要把你的心给他 不要把你的耳朵给他 不要把你的眼睛给他 不要把你的嘴给他 你的想法当中 也不要想象这些事情 这些没有价值的呢 你要让它不难够再来接近你 可是我们却为了这些没有价值的而疯狂 为了这些没有价值的而疯狂 那你们说怎么办 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怎么办 主说 我为了你受害受压伤 受警戒 受鞭伤 受咒诅 你该受的压伤 我受了 你该受的害 我受了 你该受的咒诅 我受了 你的疾病 我代替你受了变伤 你属于了魔鬼 被罪 拿到咒诅里 要在地域当中 永远地受刑 这个罪的 代价是死亡的 这个死亡 我作为神的儿子 造物的主 造了你的我 代替你的罪 为你死在了死的架上 把你从最死亡地域当中 拯救了出来 这个价值 不如你的一个 手机里面的节目安排吗 不如电视剧吗 我的这个价值 不过你身上的几分钱吗 我这个价值 不如你的身上的物质文明吗 为什么你们在那里边呢 在那里边有我儿 你要知道 我的这个价值 是永远的 从天上来的 不是宇宙当中 生产出来的 是造物的主 为你们生产出来的 基业 你要知道 我这里边有天国 有永生 你要知道 这正是你将来 要生活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 你不知道 这里边的价值呢 你想啊 主耶稣如果这样 问我们的时候 他不震怒吗 神也有人格呀 他能不震怒吗 所以你们怎么能这样的活着呢 我们肉体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 是魔鬼共存的 跟魔鬼共存的 如果没有魔鬼的话 哪来的罪呢 罪是魔鬼叫我们犯的 我们吩咐鬼退出去的时候 你们都经历到那么多的鬼退出去吗 那些鬼在你们里头 在环境当中 可是我们都受他的支配了 所以地呢 就受了咒诅 而且必终身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也必给你长出的荆棘 和吉利来 你别还留满面 才得糊口 你挣扎着在地上活着 你吃地里的出产 可是呢 你呢 不过呢 就七八十年 你是出一尘土 不要再归于尘土 那个时候必定死的 这句话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抱着你的罪的代价 在地狱当中来遭受千倍万倍 比在世上更加痛苦的地狱的刑罚 所以我们回来世上有什么指望 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指望呢 我们的指望 唯独就是耶稣 唯独耶稣 所以我拜托你们的 不要上当受骗 我们要知道 最起码我们要有这样的知识 这个世界上 凭着钱不能够幸福 凭着权利不能够幸福 凭着名誉也不能够幸福 凭着知识也不能幸福 唯独天上的大层的肉身来到世上 在十日假上流血受死 突破了我们的罪的时候 是我们不幸的魔鬼三的邪灵 我们从他的手里拖出来的时候 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的时候 那是我们的灵魂才是幸福的 我们的心才是幸福的 这地球上哪个人的肉体有幸福呢 那如果他幸福的话 那就没有理由死了 因为不死是幸福 不担心是幸福 就应该有不担心的事 就应该有不满的事 就在常有喜乐的事 可是我们从生下来 生下来 嗯啊啊的一样的生下来 我们觉得呢很幸福的 因为一哭的话就给你奶吃 你不要衣服也给你衣服穿 大把的腊食也给你收拾 撒尿给你收拾 你很幸福 之后呢又有了这婴儿车 可这个孩子呢 他感受不到幸福 他上了幼儿园 就开始学唱歌 那时候妈我不想去了 你也得去 那你也得去 你要去学习 你才能够跟上 上了小学的话又得 你要学习 你才能跟上 妈妈不愿意去 那也得去 到了中学 又到了这个青春期了 再到了高中 哎呀这个世界太华丽了 天地啊 眼里所看的都想得都想要 人生是怎样的虚无 再上了大学 等要上大学的时候呢 要高考了 可是你得好好学习 才能高考啊 所以呢 一高考的时候呢 就浑身哆嗦 那结果放假的时候呢 就啊啊高兴啊 那么等到大学毕业的话呢 找了好的工作呢 可是呢 一天从早到晚呢 都在工作 等娶了妻了 结果这个妻子呢 又成了负担了 嫁了人了 丈夫又成了负担了 生了孩子呢 孩子又成了负担了 又生了以后 又有个负担了 结果呢 有老婆婆的负担 老公是负担 越母越父都是负担 人的越来越有负担 负担越来越大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大家注意听 各位 在世上有权力 有钱 知识丰富 名誉了不得的人 你们以为他幸福吗 各位我们交换了也有社长 他们为了挣钱呢 是怎样的努力啊 结果呢 头发都掉了 头发掉啊 额头上呢 又有了皱纹呢 他们就是用尽各样的办法 来挣钱 这是一个精神的劳动 那么这是多么的人生的劳苦呢 这都是为了吃 为了活 这就是我们犯了罪之后 神那已经说了 你犯了罪以后呢 如果你不付出劳苦 是不能吃饱的 这就是 这就是善恶果之后的这样的事件 那这个世上只要有魔鬼存在 神一旦说出来的话呢 不取消的话 那么就没有说 世上的人呢 不劳动呢 就可以吃饱 没有说 所以我们要尽心 所以必须汗流满面呢 才得虎口 头发掉了 额头上有了皱纹了 才顶多的能使我们的性命都以维持 这是圣经里的话 这是神的话 人呢 一辈子劳苦 攒下来的钱 以为呢 需要的时候再用 需要的时候再吃 所以呢 就看啊 有没有好的房子 买下来 把钱呢 攒下来 结果呢 有一天突然倒闭了 两手空空了 所以那种倒塌呢 是多么令人心碎呢 各位世上的东西 即便是都倒闭了 我们所接受的 耶稣释迦保险的功劳 是不能够倒闭的 用生啊 不能倒闭啊 天国不能够倒闭啊 主要是为我们流血 我们跟主建立的关系 不能倒闭 和圣灵来到我的里面 让我能够圣洁 使我不重建的 陷到罪里边 我们跟圣灵的关系 不能够倒闭 如果倒闭的话 要出大事的 可是人们 自己因人属灵的问题 而倒塌 自己的灵魂呢 也倒塌 他就不担心 可是呢 事实上呢 钱 命运权的问题呢 他就非常的重视 犯了罪 那是绝望 犯了罪 那是咒诅 犯了罪 这种工件呢 是一定让灵魂必定死的 这灵魂呢 是必定死的 可是他也不想要悔改 还以为这不算什么 就找这样那样的借口 是最合理化 因着自己的一个自尊心 因着自己的一个面子 因着自己的一个体面 就开始做出了一些 卑劣的行动 然而呢 他的财产倒闭的时候 他就挣扎着要解决 结果呢 头发都掉 觉也睡不着 这样的心里边操心 各位 我们要注意听啊 所以呢 世上因为魔鬼的工作呀 人呢 就遭受痛苦 而且呢 信了耶稣的人 得救的人呢 又为了意要受逼迫 魔鬼的又如同 吼叫的狮子一样的 来去闹可吞执的人 又叫人犯罪 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就像约伯一样 撒旦用各样的办法 把他都抢夺去了 可是 不能够抢去的是 我们里边的耶稣 大家回答阿们 我肉体的都可以抢去 可是我也不能 叫你把我里边的耶稣抢去 你可以把我的性命抢去 这样的话 我就赶紧地进天国了 你们大家有这样 确信的回答阿们 有的人说 信耶稣的话呢 会兴盛 会有钱 耶稣来到世上 医生所 做的事 是什么呢 就是主耶稣在逼迫 逼迫 逼迫当中死去的 耶稣说 那么使徒保罗呢 仅次于耶稣 他说 你们要效法我 效法我 效法我 他的一生 也是受逼迫 逼迫 逼迫 最后呢 殉道的 门徒们都是这样 初代的信徒 都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抢夺他们里边的耶稣 因为魔鬼呢 如同吼罩的狮子 寻找可吞吃的人 要抢夺他们的永生 抢夺他们的天国 抢夺他们里边耶稣的生平 叫他们犯罪 无论如何 要把他们打回到地狱当中去 这魔鬼的手段呢 是到死 也不能解释 会一直的这样的继续下去的 他都杀死了神的儿子 何况我们呢 那么肉体回来 身上有幸福吗 这个世界呀 家庭当中也好 过来过去 儿子 儿女呢 发脾气啊 就像这个经济和吉利一样的来扎你 而且呢 担心忧虑啊 扎你 很多的时候就叫你泄气啊 而你所做的事呢 不合你的心意 收入呢 不合你的心意 你投资了 还要再投下去 这个世界都是这样 各位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想得什么收入 想活得富有的 这样的想法呢 要丢掉 马可菲的四章里边呢 也说这个 经济是什么呢 就世上的那些 担心忧虑 就是担心 怎样才能够挣到钱呢 怎样才能活呀 这成了 经济和吉利 这成了妨碍我们现场生活的 拦阻 成为我们属灵的妨碍 现在因为钱 要去挣钱 我为了挣钱嘛 所以说太累了 不能来参加成长 不能参加周三的礼拜 不能来参加周五的礼拜 这些呢 都是拦阻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在钱之上有救恩 在钱之上有耶稣 在钱之上有我们的灵魂 在钱之上有永生 在钱之上有天国 在钱之上有耶稣 神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的永恒的永固的这些幸福 我们把它塞到钱底下 所以也没钱担忧 那这就是经济和吉利了 我们大家请看 财务支配人嘛 现在不是说人支配财务 那是财务支配人了 人们呢 挣扎着去挣钱 因为他以为呢 挣扎着钱 那就是祝福 所以呢 就挣扎着去赚钱 那这样的话 就想要受钱的支配 受经济的支配 以为呢 自己呢 陷到钱堆里边的话呢 死也无憾了 可这世上是怎样的没有幸福 人才寻找这样的幸福呢 各位 这个世界没有幸福 没有的 这个世界没有幸福 所以呢 人的年日是70 如果强壮的话呢 可到80 可是七八年的岁月 回顾起来的话呢 里面所充满的都是 劳苦 愁烦 这个人生呢 想在过去 想在 想在生活 可是呢 转眼成飞啊 你们是出一尘土 再归一尘土 所以这个世界呢 是没有指望的 我们的指望呢 就是我们悔改 遇见耶稣 我们的指望呢 就是脱离罪 而脱离出来的办法 只有耶稣的保险 只有悔改 大家回答 安门 我再也不要做 这世上的奴隶了 我要成为呢 为我流血受死 把我从罪里 整住出来的 主的恩典的奴仆 主的爱的奴仆 我是不能够脱离永生的 我是不能够脱离天国的 我要跟我的天父 永远地活着 所以我们要这样的 来整理出来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魔鬼他不让你这么做 魔鬼总是像蛇一样的 来诱惑你 所以圣经里说 你要谨慎 你要谨慎 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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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魔鬼如同吼召的狮子 便利用行 残酷可吞吃的人 你们是这样吗 你对魔鬼啊 想都想不起来的 这个狡猾的这个魔鬼呢 像迷惑了下巴一样的 现在仍然在迷惑我们 大家没有看见 迷惑三孙什么结局 迷惑该隐什么结局吗 所以我们要高度地惊醒 我们不能上了这个魔鬼的当 现在大家要知道 他是跟我们在一起的 大家回答阿门 大家回答阿门 圣经里告诉我们 这个荆棘和吉利从哪里来 败子从哪里来 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里告诉我们 是魔鬼撒的 我们信仰生活 不能按照我们的意思 不能按照我们的心意来 因为魔鬼有妨碍 他不让我们在伊甸园里幸福 他要妨碍我们 可是呢 我们有生活这个妨碍的耶稣的宝血 我们有从他的手里脱离出来的神的能力 有耶稣的宝血 我们有圣经的能力可以胜过这个妨碍 大家回答阿门 我们可以有耶稣的权柄 都已经给了你了 如果你再丢掉的话 悲惨的肉体的时代 灵魂的时代怎么办呢 各位谁撒了这个败子呢 圣经的告诉我们是仇敌 是仇敌魔鬼撒的 各位你们就是再再怎么有灿烂的计划 可是呢 魔鬼呢 会把这个败子撒下去 叫你们呢 不能按照计划来实现 这点大家要明白 大家要明白 你的誓言呢 再兴盛 世上的事再兴盛 可是呢 又有一个败子 那就是 叫你的以前为中心的活着 你里面耶稣的就被抢去 所以说呢 钱的就丢掉了 钱成了你的中心 祝福成了你的中心 叫你围绕着这个中心而活 结果就略去你的灵魂 我们要知道 这也是荆棘 这也是吉利 所以说 我们不是如何要胜过魔鬼的手段 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天国 最后得胜 哈雷路亚 这才是得胜 亲爱的各位 哈雷满面 财得虎口的这个世上 有什么指望呢 但是我们是有指望的 我们的指望呢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 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不借着 我不能到福那里去 你比哈雷满面呢 才得虎口 并且呢 有经济 有吉利 有败子 有呆心 有忧虑 有绝望 有厌烦 这样的人生啊 总有结束的日子 有灵魂幸福的时代来到 所以 因为这罪而遭遇的事情 主耶稣给我们 偿还了我们罪的代价 叫我们的灵魂在那里 没有痛苦 没有哀痛 没有死亡 永远 灿烂 好花充满了 荣耀的天国的永生 这条道路的是 耶稣的保险 为我们开的路 也是我们的悔改 给我们开的路 现在我们来到了 这个位置 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 这是怎样的荣耀呢 大家承认地回答 这个世界呢 都是罪 都是魔鬼散来邪灵的工作 都是肉体肆虑的情欲 都是不让我们有属灵成长的 经济 基礼和败子 我们肉体的想怎么活 可是呢 这不让我们这么活 都是这些咒诅 经济 基礼 所以我们请我们大家确认 这个世界充满这些 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 因为这是魔鬼做的 我们没有办法 从魔鬼的手里脱离出来 我们的肉体 没有办法脱离魔鬼 可是我们的灵魂 那是能脱离出来的 这个经济 基礼 那就是说 要成为神 眼睛明亮 直到善恶的一种肉体的贪心 肉体的私欲 魔鬼呢 就这样的支持蛇 狡猾地欺骗了人 各位 我们跟您蛇的关系 不要扮演蛇的角色 我们不要扮演一个 狡猾的蛇的角色 大家注意听 大家听明白地回答 阿们 我们一起来高举双手 我们来同心合一地祷告 各位 你们在过去的这样的岁月当中 扮演了荆棘和吉礼 对你丈夫 对你妻子 对你的儿女这么做的 你要彻底的悔改 你以为你做得好 可是那是杀了你 你想干你的事业 可是你的事业倒闭了 这扎了你 你想好好的教导你的儿女 可是你的儿女反而抵挡你 反过来扎了你 那这就是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指望的世界 如果说你有指望的话 本身就是失败 唯独我们见着耶稣的保险 最多赦免 在天国当中永远地活着 是我们唯一的指望 假如你半岛 伴在荆棘和吉礼上边 造了魔鬼的这样的想法 造了魔鬼的意思去活的话的结局就是地狱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选择永恒的 永固的呢 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来选择 不能够持续下去 拦住你的灵力成长的这个世界 跟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 还是要在咒诅当中的你要自己做出决定来 主啊 二者当中 求主让我今天来做出最后的决断 我过去呢 跟主啊 恶者一起生化来的 主啊 求主 饶恕我 饶恕我 以你的魔鬼的轨迹 主而倒他 从此就让我来追随着力的旨意 来胜过魔鬼 主啊 使得我肉体结束以后 在天国当中来享受永远的幸福 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幸福的 如果在世界来找幸福的话呢 这就是误会 这就是失败 这世上没有幸福 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了 没有幸福 我们的幸福呢 就是天国 就是永生 就是耶稣 我们现在伤不出 同心和一个回该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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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视频道 我们在这个地方